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栽藤手红的那个主钛刀 的教学方法 因为 他应该是发现说 他在1974年这个 这个八厘米的这个示范影片里面 这个打得非常快 非常炫目的这个范本 可能很多人不明就里 就照着这样子打的话 其实保证伤痕累累 而且你完全不知道你在打什么 你在练什么 所以我找了 就是 他几个教学版本 我们来好好来看一下 到底那个主钛刀是在打什么 我就 就算上次我讲了那个什么 他跟小林版的版本比较 其实 你一定也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这个实在太难懂了 我们都搞了好几年 然后找人问 然后看一大堆影片 才好不容易把他搞懂 哎呀 就你搞懂以后你会发现 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你搞不懂之前 你就是 他就是好像一个很难解的迷 你奇怪为什么 他是怎么样做到说我后退 然后 我把对方的剑打掉 但是 他打不到我 明明两个人互砍啊 对不对 那个时间点明明是两个人互砍 为什么我打得到他 他打不到我 这个实在是很神奇 我们来看他 1974年这个 先来看这个 这个第五件 如果打算用 他有一个第五件的版本 你看他打这么快哦 完全看不懂他在干嘛 这个是后面就多见 好 你一定完全看不懂他在干什么 也许反而像小林那种那么慢 你说那个我反而还看得懂 好 那他后面就有很慢很慢的教学 好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那个影片出来 然后这里我另外找到一个 应该是栽藤年纪更大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 也许是他去世前 可能已经两三年 你看他头发已经全都白了 然后感觉上 因为他后来癌症复发 感觉上他那个身体已经不是很好 然后他那个 现在的他的乌克值得介绍 那个 丹尼尔图坦 那个丹尼尔图坦 他是他的一个法国内地子 法国籍的内地子 现在在法国有 三十几间道馆 连锁店 他那个他那个内地子也是本来也是和气会 是那个野履仓道的学生 十七岁就开始练 然后练了二十四年 然后又野履仓道 然后再来是那个 我先停一下 因为我想介绍一下那个丹尼尔 就是现在在打那个打太刀的那一位 那那个丹尼尔先生的话他 1968年开始 开始学 开始进入那个和气会体系学 然后他在法国跟野履仓道 后来 他 他有曾经有看到栽藤守红的那个八厘米 那个1974年那个示范影片 他觉得好惊讶怎么会有那种威力 但是他也不知道有什么门路可以去去去学啊 就是放在心里而已 后来呢 他又跟那个田村姓喜师范 他他后来又跟田村姓喜师范 在他门下学 那练练练呢 后来 机会到了 他有一年那个栽藤守红 到意大利去讲习 然后 那个 那个 丹尼尔就趁这个机会赶快请人帮他那个 写个介绍信 那个一定要有人帮他 有内地子帮他引荐 不然那个詹文熊 那么多人要争着要入门 他不知道你的底细啊 所以要有人推荐 不知道一位还两位要有人推荐 然后他好像还会有一个观察期 他不希望随随便便进来又随随便便放弃啊 所以他好像蛮严格 严格那个审定内地子的标准 好啊那个丹尼尔真的很认真 所以他是从41岁 才开始跟 那个成为那个栽藤守红的内地子 然后一直到栽藤守红去世 2002年的去世前 他都一直一直有在跟他学习 所以他学得很道地说真的 然后我们有同好去跟他联络上 那个丹尼尔人很好 还提供了一套他的教学影片 丹尼尔现在年纪也蛮大 好像七十几了 但是他那个影片好像是五十几岁的时候拍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看起来还很健壮 他现在身体变得很瘦 我有时候看他影片 哇天啊老师怎么已经变得这么瘦了 不弱啦还是很强 但是身体变得非常瘦 不知道可能他有在修炼还是变得很瘦 他这个时候是他那个最最 我觉得他的状况是最好的时候 好我们来继续看他怎么 在那时候怎么教剑 他教那个 是这样教的 前面有教 主态道的变化 这应该是第一个第一本的 反正你看那个詹的手是怎么教学 真希望这个 啊当年不知道我这号人物啊 他比了他的那个太阳穴 就是说那个对方要打到打到正确的位置 所以你在打跟对方对打的时候 对方位招也要打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你才能够去做正确的回应 不是乱打乱敲一通 他们对这个走位有很精确的要求 这样子的剑才能够成立 这样子的主态刀你才能够打成功 然后再教大家再练习 这第二个主态刀 你看他手 马上回到中心线 然后打态刀才会跑到侧面来攻 然后打态刀会从侧面 然后再来 剥掉 又比到他的中心 然后再 抢到他的中心线 再来 最后一剑抢到中心线 刚刚是隔开 这最后一剑才是抢到中心线 我好久没有看这一支了 打脚 隔开 其实你看他都有黏住那个剑的感觉 你剑跟他接触以后你不可以离开 因为你一离开他剑马上就过来 所以那个黏剑黏剑的感觉很重要 会变化 会变化 你看跟我们上次看的那个 他1987年那个灾痕的精神显然又弱很多 年纪已经很大 其实他年纪不大 是说他那个 有生病 感觉有点虚弱 所以这个 也是一言难尽 每次要趁还有一点体力精神还不错 就赶快练一练 你看他这个是横面打 栽腾是横面打 看得很清楚横面打 我们都看到眼睛都要瞎了 看了千百次 你看他这个也是一个横面 但是从来没有老师教过我们 又横面去应对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都是正面 那这个可以做腰头 他说他膝盖搭没了 他膝盖不行了 所以他膝盖其实很早就不好 就是这个刺进去 整个人就是我就是往前刺 不是说一个一个的动作 就入身了 做腰头 所以他的内地子好幸福 可以还在栽腾年轻 那个历盛的时候跟他学得到 你看他现在年纪很大 如果说你现在才来学栽腾 打的这个文文弱弱的感觉 那个其实 你会觉得学不到东西的 不是这样 你要学他那个 他在那个 全盛时期的时候的样子 你会比较练得出来 所以我也要求我自己打下去 要有劲 中心线 中心线 全都在抢中心线 那就是打好 第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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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那个1987那个 其实是会有看没有懂 你要看很多这种 一再讲一再讲 而且很慢的讲习 变KOSHINAGA 他们说KOSHINAGA KOSHINAGA 教大家练习 他说为了安全 吞退步 再来刺 这第四箭 那个打太刀也很重要 打太刀打的位置要对 抢到中心线进去 第四箭 你看摘腾的箭非常的灵巧 所以你那个握箭要手之内啊 手之内不可以 那个两只手硬邦邦的啊 那个手要很灵巧很柔韧喔 第五箭 打脚 然后他要退 退转过来接印 再打 把它隔开中心线 所以这个影片很好 他有很多就是 灾腾在打 那个盒面打的 那个最后一箭 感觉上灾腾真的是精神状况 蛮虚弱 好结束 好就这样啦 这个我们的 主态道的分析就先这样 还有很多很多 其实都有好多的发现 好多的心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其实你自己慢慢慢慢去练 你这个方法对了的话 你一定也可以摸索的出来 因为说真的很像台湾也有内地子什么的 可是我们都住很远 我是好不容易有一次去那个抽空去那边 然后我还要那个因为练完已经很晚了 10点11点 我还要那个 那个 找旅馆住 结果我那天还没有 我到的是 因为那个是自住型的小旅社 结果我到的时候太晚了 那个 旅店还打电话来问我说 你到底要不要住 然后我赶快跟他说好我要去了 然后 不然我好想再跟那个内地子 那位前辈再多聊两句 真的很有趣 后来那位前辈也有来我们道馆 他去年也有来我们道馆 再交流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 这个慢慢的练 你总是会练出一些成绩来 就这样